这是日人民工涉嫌虐杀 詹姓高中生等六人都遭到收押 而传出詹姓死前 曾经向妈妈哭喊妈妈救我 不过确实没有获救 而詹姐姐再度出面 她说实在不明白 妈妈会有什么的压力 连孩子都不救 来看她最新说法 我很沉重 我真的很沉重 而且我也很难过 一个小孩子在跟你求救的时候 你背后是什么样庞大的压力 让你没有办法去救你的小孩子 对我真的觉得这个是真的很可怕的 而且陈巧米她现在 虽然说已经被收押了 但是她还是一直否认 说她没有犯罪 她没有杀人什么样的 那我觉得 好啊那你 你怎么样对付你的学院 你就该怎么做 你不是很会叫学院 写自白书吗 那你也可以写切结书啊 说你真的没有做下 你真的没有做这些事情啊 那如果你做的话 你会 你就会怎么样怎么样 你就反过来恐吓你自己嘛 并且你亲笔先 亲笔先名啊 亲笔先你自己有名字啊 看你敢不敢啊